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不仁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 孔子说过过罪于天,无所导也。 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又为天理。 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于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上天就会唾弃我为为乎,为天为大为大啊,只有天最高大。 天,孔子,孟子思想中,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 孟子也说过天将将大,忍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精骨,恶其体肤,空乏其身,情浮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道大道无形,生于天地,大道无形,运行日月,大道无明。 将将万物,无不知其名,向明曰道。 新智经经有一位真神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日记事也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 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 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相信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明明中的主宰。 在我们生活经验中,当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常常会带着希望说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当事情不太顺利时,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 若事情已经绝望了,我们只好看齐天不从人愿,最后事情若起似回生时。 我们会高兴地说天无绝人之路。 我们会高兴地说天底昭昭老天有眼有一位真神上帝看不见的并不表示,就不存在。 如空中有许多电坡承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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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泡汉宇宙合为妙自然,我们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万物的创始者。 有一位真神派出,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派出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新约约翰福音一一三圣经创始起一点零一分tilde five general one colon one 起初神创造天地general one colon two 必是空虚混沌渊灭灭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general one colon three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general one colon four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general one colon five 神称光,为咒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宰明明上帝,无量心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 真宰老母娘,明明上帝老母娘,生天生地生万物,为天地万物生灵之真主宰。 又称无生老母,又称明明上帝,上帝当知道,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 这真神两个字,和上帝两个字,因虽不同,意思却是一样。 就如大雅所说的英知,为丧尸,克配上帝。 诸子说,上帝就是天的主宰。 小雅上说,按形体而论,就叫做是天,按主宰而论,就叫做是地。 既是诸子和橙子两个讲解,和真神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就可以明白,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古年间的圣人所敬奉的上帝。 基督教辟邪归正论,第五六页,老母娘清静经云,大道无形,生育天地。 可知天地之缘出自于道,未有天地先有此道。 道德经,守母章第五十二天下又是,一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一知其子,父守其母,陌生不代。 黄母训子师界,三界为道独尊,我独尊,生克制化老身份,三界十方母为主,养育圣凡一灵根。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创天地,而与天地同在自信佛,即是灵,看不见抽象,但是他却存在每一位十方善之士的身上。 所谓道化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天主我与自信佛,主耶稣对父神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里面时,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约翰十七二十一,道德经混成章第二十五,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即西辽西,独立而不在,周行而不在,可以为天地母。 无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强为知名曰大。 大约旨,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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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远,遠,远,返。 互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欲中游四大,而人,居其异焰。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人 大万君之耶和华说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 在各处人地奉我的名 烧香马拉基书一一一老子曰 道大天大地大人一大 道德经会成章第25 皇母老母娘即是无极老母 无极老祖无生老母 皇母天父天上的父业 和华万君之耶和华神上帝 真神阿拉阿拉真神主 真主造物主为皇上帝 明明上帝造真理 老母娘此讯明明灵灵意 变光上帝赐 而真宝藏无量此怀传意志 心虚大化旧元皇至尊 无上微灵力至圣心法 父贤良三界法与此云不失方 共母朝母母娘 共母朝母娘万灵归 跟乐欢喜真 宰无为居天堂老母娘上帝 阿拉万物之真 宰明明上帝 无量心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 万灵真宰一点 明明上帝圣号之意 以明明是代表先天纯阳光明本性 所以明明不为是超越现象界的明 且是内在的明 超越现象界的明为天命 内在的明为人人具足的本性良知 上帝及宇宙的最高主宰 他是诸天神 圣三是诸神之本 也是宇宙唯一至尊的神 他不但是灵性之根源 也是创造宇宙生育天地运行日月 掌养万物的大主宰 在人而言 亦如无人本聚之本性良知 如碧瑶之大人 于顺之大小 下语之大公 文王之道德 周公之大财 老子之感应 孔子之忠树 世家之能净 耶稣之博爱 穆圣之清真 观音之道词 世智之喜舍 文书之大智 普贤之大行 弥陀之平直 观圣之刚正 纯阳之虚明 五目之经中 等十方众圣 三是诸佛 一切奥义妙理 无量智慧功德 神通妙用 全是由上帝的性体中流露